演李小龍的一生,我由他連青演到他去世 那個對我來說的改變最大就是 我終於在這裏,原來李小龍先生 不只是我以前想的那個很大的 就是我演他,不是那個,我演他 演得很大的,吊吊吊,擠一下鼻子 那就是李小龍的意外 要通過一些,譬如他走路的時候 一般人,以為大俠的,勁的人都會走路 其實李小龍先生是很放鬆的 有少許寒貝,有少許寒貝走路 他的手押著,還有腳押著押著 以前的老人家都說,腳押不到的 是這樣走路的,就是一些小細節 講話的時候,他講話的細節 他很少這樣跟人說話 他通常都是這樣說話 其實在我自己的探討裏面 是有少許的自卑,演變成一種自負 而令到自己有那種信心 因為他始終很細粒 他從小到大都很細粒 他有一些無形的缺陷 他要令自己強化 他就一定要說服自己 我一個強者 這些很細節的東西去演這個過程 令到我,我又對李小龍先生更加認識 好像我一直在演他 但在過程中,我是他 我就會說服自己 一件事 有些人